好 另外政治焦点我们就来关心 就是侯友宜出手楼科的真实想法 心中最强的搭档是那个男人吗 到底是哪个男人呢 我们就来看看的是柯文哲 昨天他的态度 因为侯友宜原本是说 希望不管怎么样侯科或科侯 要在同一张选票上头 也这个好 这样表态说 他不一定要当政的 好 结果呢 柯文哲认为 很像大党打压小党啦 简直像是逼婚啦 看起来柯文哲马上呛回去 但是侯友宜跟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马上唬唬在下午五点钟 昨天又再发布了记者会 他们说没有逼婚啦 误会 误会 我要先确认一下 结婚对象是不是我啊 看起来侯友宜来因方面 姿态是放得很软 但柯文哲似乎呛瞎对方 不过呢 现在爆出柯文哲 是不是在玩两面手法 到底在搞什么 到底在思考什么 到底在拖什么 为什么蓝白河 现在变成蓝白拖呢 现在爆出的是蓝白河 谈判的之际 爆出柯文哲 是不是在跟郭台铭那边 没来眼去啊 人家侯友宜已经说 结婚对象是不是我啊 结果柯文哲嗯 想逼婚 在想想 在那边拖哦 好 就来看 到底有没有想真心和 还是还在跟别人 没来眼去 来 柯文哲真的觉得 柯郭配比侯友宜一起 更好吗 好 大家也都在问 网友也有人在问说 柯郭支持者重叠呢 柯文哲更需要的 其实不是跟郭台铭搭倒 而是要郭直接退选才对 因为两个支持者是一重叠的啊 好 另外我们就来看一下 赖世宝也分析 他认为蓝营的支持者呢 对柯文哲的淘汰赛论调 其实不太能接受的哦 电话打爆了 很多人呢 这个呢 反应无法接受 骂翻了 直呼不要再低声下去 不要再被人欺负了 干脆就自己拼了啦 就跟你选到底 但是 赖世宝说 他还是劝支持者忍啊 忍耐啊 赵孝康也说 绝对不能打淘汰赛 他支持的是侯友宜选票上头 必须要同时 有柯文哲跟侯友宜的主张 而这样才能够吸纳 最多非绿的选票 在野的选票 才能够达成政党轮体的目标 好 我们同位也来看一下 那是史诗评论人黄洋明 他就分析他认为 你看 简兆栋 现在这个脸书发文说 党员那支持这组喀卵 秀秀台语北烈 大家懂意思啦 那黄洋明就说 前民党立委简兆栋 已经在脸书号召党员要投给 比较软的柯侯佩 侯友宜坚持才民调跟初选的折中的方案 而且也展示了民主初选选票样本 但是引发了柯正英的不满 总而言之现在双方就还是瞧不拢 王金平其实昨天也跟柯文哲来做一个见面了 那这个王金平就认为说 柯文哲他就转述啦 他说柯文哲认为 也认为蓝北是一定要合的啦 所以呢他也有建议双方 换个位置思考一下啦 你思考一下我 我也要思考一下你啊 不然都想自己啊 比较能够互相容忍 跟互相的接受嘛 不过问题来了 最终还是要跟看柯文哲跟郭正 柯文哲跟侯友宜这两个人 最终要怎么样谈判 郭正亮就分析了 现在关键在于哪里 在于如果我胜出 对方是不是立即成为副手呢 那柯文哲就是不愿意当副的嘛 就是不愿意在那边拖啊 更严重的是柯文哲如果胜出 他心中最好的副手 还不见得是侯友宜耶 他认为不是侯友宜 可能是韩国瑜耶 哇现在这个局看起来越来越乱了 变成一个大乱斗 那无论如何 蓝白和侯友宜这方 目前已经做了一个 蛮大的退让 表态不管侯柯佩 柯侯佩 他都能接受 也就是说自己不一定让当贱的啦 那还喊话柯文哲 赶快尽快决定啊 我要确认啊 结婚对象是不是我啊 如何整合搭配 不过柯文哲却说想逼婚 蓝白和侯友突破性发展了吗 侯宜大退让 不要太愿意接受侯柯佩或柯侯佩 而且还强调会接受民众党提出的民调 再加上国民党提的人民投票 重点是两人得合作 要在同一张选票上 侯宜喊话蓝白和别再拖 希望一周内能够谈出结果 但面对侯宜的退让 柯文哲却是怎么说 不应该用这种 好像下最后通牒 叫人家要一天之内恢复 就好像大党在打压小党 更明白讲 这简直就像逼婚 而且连那个选票都帮你印好了 只有柯侯跟侯柯 但是如果是比这种开放式初选 投票的时候 设在国民党的民众服务处 他赢过60%非常容易 不应当用这种方式 基层炸锅狂问 柯文哲对侯柯佩或柯侯佩都不满 难道是要跟赖青得搭吗 人家退称这样你还骂是逼婚 难道你真心想嫁给民进党 在家里当时我结婚是不是我 我让他逼婚 我没有逼婚 我要年轻我愿 他要怀疑感我 绝对没有逼婚 侯友宜跟柯文哲 或柯文哲跟侯友宜 这个是两情相约 一定要在同一个选票 现在就是典型的叫做婚前争后群 网友也炮轰柯文哲 民调人家也让你打死不愿投票 你是怕投票投不赢 所以骂人不公平 你从叫人家去死 到骂人选不上 现在还骂人打鸭 你是休人还是想合作 而坐地起家也该有个限度吧 你是把台湾前途当筹码 不过算计过头会当历史罪人 国民党已经很有诚意 要退了 那反而是柯文哲不退 当然先里也许是这样讲 你看看我多厉害 你们两个党都被我玩弄于鼓掌之上 平常讲柯文哲你也不会赢 不合你也不会赢 蓝白如果不合 干嘛去投票呢 蓝白只是说可以一拼 合则两利 不合则两败 当柯文哲也骂民进党贪腐 百姓就想滚 若你不找国民党当政治伴侣 你到底凭什么完成政党轮替 记得谢宏如去过号 SM小组台北报道 这是不是婚前正后勤 来大家YT聊天室所有的网友 欢迎你留言 告诉秀秀你的想法 这柯文哲到底在脱什么 在想什么 在怕什么呢 来蓝白和的方案 现在其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已经松口 侯科OK 科侯也OK 反正我们两个就是和 都愿意接受啦 但坚持采民调跟初选的 折州方案它也OK 还展示民主初选的选票的样本 也做出来了 但是呢 柯正寅好像也 Kip up poor 时事评论员黄耀明就指出 前民党立委呢 这个简造洞已经在领树号中 党员投给比较软的柯侯配 显然初选投票跟全民调 都一定会被民进党给 灌票 蓝白以为在谈合作 最终居然会达到民进党想要的结果吗 他认为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 我给大家看喔 这是一位民进党的前立委 今天在脸书贴的喔 注意看不是看这个图 是看上面的文字喔 你看请摄影大哥上面一点 他说什么 他说党员啊 这是民进党的前立委 简兆洞 他说党员啊 这组比较软啦 支持这组比较软 他支持谁 柯文哲 他支持柯侯配 也就是说民进党要开始动员了 只要民主初选 民进党会动员投票 好 不管今天 不管今天民进党要往谁身上灌 这个模式 如果今天 这个是民进党前立委 台中的前立委叫简兆洞 他在脸书直接呼吁党员 到时候去灌票 我觉得国民党要怎么说服 这个制度会是一个 不会被灌票的制度 因为你也说全民调会被操作啊 没有 他现在说 没有 你现在说五十五十 但是两个都被灌 对 那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不管今天是侯友宜期待的 还是柯文哲期待的 最后这个结果是民进党要的 我说的是最可怕的是 结果你们以为在谈合作 结果呢是民进党决定了你们的合作的结果 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吧 两边明明为了合作吵得乱七八糟 最后民进党的人说 哎呀我们来支持哪一组 如果今天结论是由民进党操控 大家不觉得可悲吗 大家不觉得可悲吗 现在民进党的前民代已经开始 对 哎呀月明说 这个冒合神灵的婚姻 没有好结果 会不会离婚啦 CCY说是故意的啦 保险说朱帅和之后也会闹内讧 B后说 柯文哲之前不是跟郭台铭 在那边山盟海誓吗 现在又要移情别恋侯友宜了吗 好我们就来继续看下去 不少在野的支持者 其实都非常希望 蓝白真的能够合 但因为这样才能够成功 在2024明年的总统大选 作为政党轮替 下架民进党 不过呢 柯文哲轰侯友宜 小大党欺负 欺压小党跟抢亲 再次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好我们就同步来看看 吴子佳他怎么分析 他认为柯文哲现在就是要 小党玩你大党 透过增强新闻版面的方式 但是其实民众党 并没有选项 到最后一定会让步 吴子佳也批评柯文哲 你一向认为自己很聪明 然而呢 柯文哲有太多太多的算计了 在合作上显得很不诚恳 吴子佳直言 若是没有合作 民众党将缩水成为 类时代力量的规模 而且总统一定选输 一定败选 立委恐怕也只能维持在 五席左右 不过另外呢 我们都来看看是呢 就是在侯办的副招级人 谢龙记 他接受了真访时怎么说 他说蓝白河 现在还会持续还在协调 以下扎民进党政府 为最高指导原则 合作不到最后问关头 是不轻言放弃 蓝白河是要做最好的准备 以及最坏的打算 对于柯文哲态度呢 谢龙杰乐观判断哦 他说柯文哲是在思考 最后怎么面对 不然就不用去拜会王金平了 他认为柯文哲 他的想法比较灵活 为了赢民进党 也许会做出改变 也就是说 如果呢 柯文哲还想跟民进党合作 那结果就可能背道而驰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警告哦 有额外的警告哦 未经许可不测救 明镜 sovereignt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